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李安安居 接下来要关注的议题是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大陆20年来 实践一国两制的现况 还有未来如何发展 而回顾这段回归历程 当朴雪仙长官期望落空 出现占中雨伞运动 贫富差距扩大 还有近年香港和大陆间 发生不少矛盾冲突 都显示出哪些发展隐忧呢 那么近一届的香港政府官员刚上任 未来可能会采取哪些做法 那么大陆对香港又将如何治理呢 台湾和香港今天的交流互动 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们访问中华港澳支友协会的 副秘书长肖都环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肖富密你好 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副秘书长你好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大陆在7月1号 建满20年 而大陆挂取习近平也前往访问 并主持香港新建政府官员宣誓 还有新的行政长官特首林郑月娥的监视 谈到香港治理 他坦言一国两制遭遇新问题 期盼确保一国两制未来能行稳致远 代表政策不变 但是实际的情况出现哪些挑战 如果说我们以两年前 战中雨伞运动来观察 这写出香港的民主发展遭受哪些的状况呢 请副秘书长帮我们观察一下 是我想其实在这一次习近平他到访香港 然后来作为整个香港新的一个 秩序政府新政团队的一个监视人 我想其实他当然在支持的过程当中 他也划下了一个红线 他是特别强调说 未来香港跟中央政府的一个关系里面 应该要禁止去危害到国家主权安全 要避免去挑战中央权利跟基本法权威 那以及利用香港作为对大陆的一个 破坏活动的一个前哨战 我想当然你从他的一个关注里面 你可以特别去了解 他其实主要都还是在政治上的一个担忧 我想其实在香港主权移交20年以来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一个社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变迁 跟一个转变 那当然其实当年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 其实我们看得到当年所谓的一国两制 一国跟两制之间其实的权利互等关系 我想在当年的概念是比较接近的 他的对等关系是比较平等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得到说在大陆方面 他特别的强调一国的一个概念 那甚至是在一国的一个控制下 只两制的一个关系 甚至是越来越悲弱 那在这样的互动下 其实对于香港的一个社会来讲 他们就感到非常的一个担忧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 直到我们政府长期来关注香港的一个人权法治 也关注香港的民主自由的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从事实客观的角度来看 香港过去来讲 其实一直都拥有法理的一个自由 但是他离民主的自由 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但是在香港的社会里面 我想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 他们最关乎的就是这些法治下的一个自由部分 那在这几年其实我们透过 不管是无政府的一个组织的报告 或者说一些记者人权的一个报告 我们都可以发现香港的一个包括在言论自由的方面 或者说在一些各方面的一个领域 其实都慢慢遭受到破坏 我想这其实是引发香港他们对自己权力 被漠视或者说被慢慢的逐步被压迫的一个不满 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两年前的一个战中运动 他们也是在整个社会环境快速变成下 港人一直认为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个不合理的状况 都来自于当年所制定的一个基本法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现在 整个香港社会的一个需要 他们认为说应该透过部分的一个调整 但在这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就大陆方面他们认为调整基本法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会冲击到整个北京的一个治港政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 他们存在着一个相互的一个不信任 以及没有互信的状况 所以产生了一些社会上激烈的一个碰撞 我想这当然是我们长期比较关注 而且我们也比较去持续去注意的一个部分 是 那么持续我们要请教负密的是 就是说新一届的香港政府官员也刚上任 不过过去这一段的冲撞也显示说 怎么香港对诉求补选行政掌握的期待 这个声浪未来是会加大或是慢慢变小呢 我想其实当然就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来讲 大家其实还是很希望能够来直接普选行政掌握 以及立法会的议员能够全面的来普选 我想当然就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性 以及参与度来讲 当然很多的一个市民他们认为 唯有让大家都能够直接的参选 才能够去解决社会的问题 我想其实如果从政治学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很理解选举它是一个权力的重新分配 当然它也是一个利益的重新分配 那因此当然就目前的一个社会环境来看 很多市民认为皮肤差距 或者说这几年香港社会流动趋缓 都是因为在制度上有太多的一个 对有钱人的保护或对财团的一个保护 而这样的保护其实是从英国治港时期以来 一直延续到今的一个体系的问题 那唯有能够开放更多的一个民主选举 他们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 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关系 或者互动的一个架构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普选 来重新的解决香港目前的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问题 但我想当然我们也提到了 其实从刚刚的一个北京的一个想法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到北京认为要普选 它并不是从一个改善制度 或者说改善地域民生的角度来做观察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大陆方面 以及在香港社会方面 他们在问题的一个理解上 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是 冯明讲那刚刚谈到这个香港 他们有希望说能够普选这个行政长官 那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呢 常常发生一些 我们看到香港会有一些示威或游行抗议等等活动 您认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当局 未来在处理这些示威游行抗议这些诉求的方面呢 他做法会更严还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想其实当然在目前一国两制的架构下 其实大陆方面没有能力能够去干涉在香港社会内部的这一些抗争运动 或者说是社会运动 那当然我们关注到其实在两年前的一个占中运动之后呢 其实在整个香港的社会里面 他们对于这种大规模的运动 其实社会上有了不同的一个理解 那当然我想其实就后续的一个发展里面 只要他的诉求是反映社会问题的 我想在这方面他当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港府不会做过多的一个干涉 那当然社会的参与程度怎么样 就要看这个议题跟社会的连结度怎么样 当然如果说关注到民生的关注到经济发展的 我想这方面民众参与的程度相对就会比较高 但如果是高度政治性的一个议题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几年有一些激进的本土派 他们所发起的这些运动 这些活动未来可能就会受到某种形态的一个局限 或者他在本身的参与度来讲 当如果他没有办法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的时候 那他的本身的正当性 可以也会受到一部分的质疑 是那么持续要请教负密的是 我看到香港大学最近有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 3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只有3%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这要比10年前的30%要大幅下降 而且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不晓得您怎么样的解读香港人对于这个国家认同的趋势变化 我想其实从目前我们看到香港年轻一代 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份的认同的一个变化 它其实很大部分的程度来自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比如说来自于东央的一个照顾 甚至是来自于这些政治上的一些冲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跟主权移交当年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 将近十倍的一个落差 我想其实这当然很大的一个部分 来自于香港的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本土的意识已经跟过去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当然这部分也就是北京最在乎的部分 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国民教育做的不好 所以才会引发这么大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这么样的去看待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不仅仅只是跟教育有关系 其实回归到最远初的 它其实还是跟这些年轻人 身处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于这些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构有不认同 因此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上的不认同 产生了对政治的不认同 因此产生了对于身份认同的一个不认同 我想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是 福音讲那你怎么样观察 刚刚有谈到说有一些港独 或者是一些自觉的呼声陆续传出来 您认为这股力量的未来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想其实这股这样子的力量 如果我们去看待从香港的社会语论来看 自觉或者说是港独的一个部分 相对来讲它的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也比较多都是集中在年轻人的一个部分 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形态 它主要还是取决于社会经济的结构 我们想其实香港是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社会 而香港的中产阶级 他们长期以来他们所保持的一个态度 其实还是在于只要能够去发展经济的一个部分 能够在社会民生上能够过得相对的稳定 而且能够有秩序 其实他们对于所谓的民主的一个发展的态度 他们其实相对是比较缓进 但是我刚才也提到 他们对于所谓法理的自由 他们是比较去要求的 他们比较在乎的 所以只要北京在一国两制的一个基础上 不要特别的去压迫两制 不要去改变香港目前的一个 法律的法治的一个社会 我想其实他们反弹并不会太大 那也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 所谓的一个自觉派或者说本土派 他们袭击透过政治上的改变 去冲撞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结构的形态 其实在大多数的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看法里面 他们相对还是比较少的一个部分 好 非常谢谢中华港澳 只有协会副秘书长萧都环 那么在这个阶段先帮我们解析 有关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大陆这20年来 在有关民主自由这个方面还有经济发展 那么到底呈现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在稍后相关问题 我们再继续请教萧副秘书长 来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 节目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光记者 王维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 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起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很高兴连线访问到 中华港澳自由协会副民事长肖都环 为我们解析香港的一些政局发展 还有未来我们需要关注部分呢 接着我们要请教副民事长 就是您怎么样观察 就是2015年大陆逮捕香港同楼湾的五名书商 这起事件是否凸显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限缩 还是未来的发展会有哪些的状况 会有一些寒蝉效应 还是会有一些我们需要观察的部分呢 是我想是在过去的这十多年来我们发现 是香港的一个言论自由 它是逐步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 所以我们如果从香港记者协会的一个报告 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很多的一个香港的媒体记者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 遭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压迫 甚至我们可以看得到在香港过去的许多的这些媒体产业 他们陆续的被来自大陆的这些中资集团 逐步的收购或者说是被并购 所以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透过经济的一个力量去限缩了 他们在香港在言论的一个表达上的一个空间跟权利 那当然刚才你也提到铜锣湾书店的一个发展 但是当然我想在这个事件背后 它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一个解读 但是我们都可以去关注到的说 其实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香港过去长期以来可能扮演了 在大陆方面各个不同系统的一个发言的管道 或者说是平台 但是在铜锣湾书店之后 我们可以去发现大陆的一个内部的可能政治的一个运作过程 它也侵入到了香港的一个言论自由 甚至是大家更关注的是 是否这一些大陆的执法人员可以进行的进入香港 去进行这些所谓国家安全的相关事业 这个当然也就牵涉到大家目前最关心到的 基本法23条立法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然整个香港社会目前对于基本法23条 未来的一个立法是非常高度关注 我们都知道在2003年之所以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 也就是来自于23条的一个立法 而这一部分所谓的国家安全立法的部分 未来会怎么样发展 会不会进一步去限缩香港的 不只是只有言论自由的部分 正是人身自由的一个部分 我想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那当然就目前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一次习近平 他到香港的谈话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后续香港特区政府怎么样来处理 223条立法会变成是特区政府 跟香港社会之间一个非常巧妙的 一个发展的关系 好 在我们关注香港在主权移交 中国大陆20年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法治民主自由方面的 这方面的转变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经济 那么在经济发展上 香港在主权移交后的表现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 从1997年到2016年 他的年均成长是达到3.4% 表现算是不错的 不过香港的过去的优势地位 会不会因为跟中国大陆的一些 目前这几年有提出很多政策 而受到了某些的竞争的冲击 我们看到某些讯息是贫富差距扩大了 不晓得副秘书长你怎么样观察 是 我想是从香港移交之后 他在我们看到在 不管是在1997的金融风暴也好 或者2003年的SARS之后也好 是对香港的经济产生 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冲击下 大陆方面透过他的一个政策 透过他的一个经济上的协助 也带领香港走出他的一个低潮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上 他也促使了香港跟大陆的一个城市之间 尤其跟广东省的一个合作 是更加的一个密切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 更加密切的一个互动关系上 也让许多香港人认为 他们在经济上更加的依赖中国大陆 那让我们也知道 其实整个香港的经济产业 主要还是以服务业为主 不管是在航运 或者说是在金融各个产业 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业 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 当然就见识在他跟大陆之间 相对比较密切的一个往来互动上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互动 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其实他的一个这样子的金融发展 其实或者各种形态的发展 他其实跟全球的一个经济 以及跟中国大陆经济崛起 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他对于大财团来讲 是相对比较有利的 也因此造成了香港在2016年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基尼系数 已经上升到0.539 大概是过去这40年来 最高的一个阶段 那贫富差距其实也是上升到 这过去这20年来最高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们看得到 包括从港府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了解到 香港最富有10%的家庭 是最贫穷10%的家庭的44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经济发展的一个背后 其实香港还有很多社会的问题 需要去解决 而这些是问题 也就正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社会之所以会对政府有不满 对大陆有所不满 很重要的一个起源点 也因此促使了他们 希望透过政治的手段 来改变他们现在所面对这些 相对比较不公平竞争的一个 政治经济结构 是我们今天是连线访问 中华港澳机有协会副委员长 肖都环肖副委员长 为我们解析 香港在政治还有经济 以及社会上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 接着要请教副委员长 就是香港新一任的政府官员 在7月1号宣誓就职 新一任的行业长官是林郑月娥 副委员长你怎么样观察 林郑月娥的 她的一个形式的作风跟风格 未来她会跟中国大陆方面 有怎么样的一些配合呢 您的观察 是我想我们从这一次 林郑月娥特首 她从参选开始 一直到当选 我想她其实是北京心中 非常独目的一个人选 那相对来讲 我们可以去了解到 她过去在担任政府官员的时候 其实她的风格相对来讲 就是比较稳健的 那当然许多的香港社会舆论 也都是这么认为 林郑月娥特首 在未来的一个范围上 她可能会把她的焦点放在 解决香港内部的一个社会 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她跟北京之间的一个关系 可能会更加的一个密切 所以在香港很多人认为 她是之前梁郑月娥特首的2.0版 那当然我想其实后续 我们对于林郑月娥特首的一个观察 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空间 比如说其实在她担任政务师师长的时候 我们发现她其实相对来讲 是一个愿意去跟民众沟通 也比较亲民 也比较懂得怎么样去解决 社会争端的一个特区的一个官员 那她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或者她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或许对她未来在施政上来讲 可以争取到不少缓冲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其实就我们在观察 林郑月娥特首 当然她在上任之初 她可能还有很多的议题 等着她去解决 但是如果她能够放下她的身段 透过更柔软的一个方式 来接纳社会多元的一个意见 甚至是能够主动的来跟这些 反民主派的议员来做多一点的沟通 我想她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开始 好 或许我们会来继续观察 那么在我们今天关注 有关香港主权移交大陆的种种发展 事实上台港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请教副秘书长 就是我们台湾也关切香港主权移交 中国大陆后的民主自由 我们大陆应该如何来理解 正视我们这些呼吁呢 所以我想其实从香港主权移交到现在 我想我们政府的一个态度都非常关注 香港的民主发展 以及它的人权法治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想其实从大陆的角度来讲 他们过去也曾经在马总统的一个任内 他们也表达他们看法认为 我们过度的一个 涉入到香港的内部事务里面去 但我想这其实是北京的一个误解 我想从我们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非常的清楚 包括在整个港澳的一个地区 我们都非常的关注他们未来 在整个民主自由上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普世的价值 而且也是三方社会之间呢 共同所持有的一个价值意识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理解 或者说这样子的共同的一个认识状况 北京其实对这三个社会 它都有一个相对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看法跟心态 我想这其实是应该在整个社会发展 或者说在时代变点当中 北京应该学习做新的认识的一个部分 是福音讲 那最后请教您 就是中国大陆对于政府上述的一些呼吁 就是说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干扰香港 实施一国两制 你怎么样观察未来台湾跟香港的交流互动 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会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部分 是我想未来的一个台港关系 在可能官方的一个程度上 在目前两岸比较受阻的一个互动关系上 台港关系有可能在官方的一个交往上 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 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会遭遇到人处理的一个状态 我也必须强调 其实在过去香港特区政府里面 他们并没有专责的一个单位 或者说这方面的人才来处理 对台的一个关系 所以过去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 台港关系的处理方式 还是多受制于在香港的中联办的一个手上 所以当然未来我想 就目前林郑月娥特首 他的一个市政方向 可能未来台港关系的发展 他还是跟随着两岸关系的一个主旋律 那他可能会把更多的焦点 放在他内部的一个经济名声上 所以我想其实在官方的一个互动上 再来是我们未来政府可能要多去思考 多去注意小心的一个部分 但我想在另外一个层面 民间的一个交流 我想它并不会受到太大的波及 我想过去这几年来 有很多香港的学生来到台湾在做学习 台港之间的一个青年交流 也非常的热络 我想这个其实在官方以及民间的一个互动上 可能未来会出现两种不同交往互动的一个模式 这也是比较值得我们持续去注意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们希望台港之间交流 不要因此受到影响 我们今天关切香港主权移交 中国大陆二十年来的种种转变 那么未来如何发展 在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华港澳 自由协会傅民主党肖多环来解析 那么非常感谢傅民主党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您 谢谢您